好 先前才被指控找走路工的陳時中呢 現在這一回他是被台北市議員參選 楊指斗爆料 指出有企業以陽明山践行 作為理由提供兩千元的禮券 要陳時中16號跟梁文傑的活動造勢 還要到地檢署居民告發 不過陳時中已經否認了 還認為這個可能性非常低 而且也說控訴的人要有證據 不然有點侵犯到他的人格犬 陳時中一早到松江市場掃街 自家賽地議員梁文傑全程陪同 這一回沒有民眾嗆聲 不過反被抓包這件事 楊指斗收到民眾爆料說 公司10月16號辦理建行活動 並發放兩千元禮券 集合地點和這個時間點都有貓膩 建行活動是個幌子 你去不去都沒差 但是你只要坐在那邊一個半小時 你就可以拿到兩千塊錢的禮券 所以目的是什麼 很簡單呼之欲出嗎 就是希望你坐在那邊 聽陳時中步道 10月16號明明就是要到陽明山見行 不過當天受到泥沙颱風的影響 行程不但沒有取消 集合點還選戰民權西路的5號出口 從捷運站出來以後走幾步路 剛好後方就是台北市議員梁文傑的 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而當天陳時中參選人也在場 楊枝斗指控企業撒幣幫陳時中的場子造勢 從上一次的600元走入工後 到這一次金額再加碼 難道是擔心人氣不夠選情告急 那事實上的人已經多到都爆棚了 到旁邊都是人 我們的義工都已經上千位 我們都超過千位以上的義工組織在 所以可能性極低啦 那我想控訴的人要有證據 要不然就是等於是有一點 侵犯到了我們的人格權這樣也不好 楊枝斗先生的指控 本人完全一頭霧水 如果楊枝斗先生覺得我有問題的話 請據名向檢調告發 被點名的兩人都雙否認 梁文傑還高喊歡迎檢舉 楊枝斗也不忍 19號決定據名告發 我覺得這個陳情人也答應啦 未來在偵查不公開的情況之下 他也願意出來做一個證人 來揭發當天他所看到的所有惡行 所以我接受梁文傑的挑戰 我就去地監署 一定會據名告發 兩邊互控 結果又是司法要解決 只是選前會不會有結果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記者余正好女軒 台北倒 這個是民進黨的台北市長參選 陳時中 這回他又吐賊了 因為被民眾直擊 為了趕行程竟然是闖紅燈 而且還一路瘋狂違規 離譜的是有警方攔下他之後 完全沒有開單 陳時中還被抓包了 竟然是穿著皮鞋去看災 陳時中週日到內湖看災 沒想到民眾直擊發現 陳時中瘋狂違規 他的白色轎車 先是在城公路違規大迴轉 被警察攔下 但警方完全沒開單 沒想到陳時中坐車 後來還闖紅燈開到路口 最後甚至直接微停在公車站 長達8分鐘 闖紅燈那真的是不對 無論什麼理由都是不對 依法警方該開罰6600 但扯的是不但沒開單 甚至警方連密錄器和行車記錄器 對這犯法違規路都不路 陳時中違規是因為趕時間勘災民眾納悶 你要看什麼 現在沒有任何的官職 你跑去現場勘災 跟一般民眾跑去圍觀火災 沒什麼兩樣 你沒有資格去勘災 再仔細一看 陳時中去萬華勘災時 竟然是穿著皮鞋 但似乎是發現自己做錯了 照片一到臉書 就把腳全部咔掉 打死不敢讓人看到他 穿什麼 不是易蓋彌彰嗎 他還把站在他旁邊的 臨場走也把他弄掉 反觀蔣萬安和黃珊珊勘災 全都穿雨鞋 陳時中穿皮鞋看在哀哄當官當太久 狂吐槽陳時中的柯文哲 被民進黨罵到爆 柯文哲納悶民進黨在搞什麼 我都變成第四組候選人 把2024提早到2022再打 柯文哲在哪裡 無首不在 無首不在 已經變成他們的噩夢了 無首不在 而且都打不死了 真奇怪 陳時中打選戰卻出包不斷 就怕不用對手出手 犯錯反而成為自己最大的對手 記者葉維林 許光號 SNG小組台北報導 這是五黨籍的台北市場參選人 黃珊珊 在臉書PO出了公文證明 遭在今年的2月24號 就提出包含了防疫旅館 還有防疫計程車等等的構想 而且台北市政府在兩天之後宣布執行 好 但是這一回主要是因為遭到對手 民進黨的台北市場參選人陳時中 批評她是票竊 好 黃珊珊現在氣的說 如果不收回這句話就要提告 這個防疫創新的構想到底是誰先提出來的呢 也引發大家討論了 國民黨的台北市場參選蔣萬安直接開栓 防疫工作不應該成為政治人物搶攻的工具 這樣的講法確實是一種剽竊的作為 剽竊的作為了 就是這一句話讓黃珊珊氣炸了 我說剽竊是很嚴重的指控 所以這個部分我請他去收回這句話 第二個防疫旅館的發想 不管中央他們怎麼說 他們當時做的叫做集中檢疫所 如果他能找到比我們更早執行的所有的證據 請他拿出來 陳時中先生請你收回 不然就法院見 說這種話要陳仁珊收回票竊說法 不然就法院見 黃珊珊的臉書在貼出北市防疫會議的記錄反擊 曾會議記錄上可以看到 黃珊珊在2月14號到2月19號 就已經在構思防疫計程車車隊跟防疫旅館的政策 反擊陳仁珊這個構想 衛福部次長石崇良規劃的說法 博陳仁珊非但不認錯 說法還大轉彎 強調防疫旅館是集中檢疫所延伸 我想這防疫旅館都是從集中檢疫所來做一個延伸 時間回到2020年2月26號 時任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在台北市的防疫記者會上 宣布防疫計程車上線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則是到3月4號才對外宣布防疫計程車上路了 只不過這本來是中央跟地方合作防疫的典範 怎麼成了選舉時拿來互相攻擊的武器 防疫工作其實不應該成為政治人物搶攻的工具 我想其實大家也知道在防疫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靠全民大家共同的努力 誰在邀功誰在硬拗選民看得清清楚楚 陳仁珊拿不出的會議記錄 除了被黃珊珊打臉 連三加十一也被奸怨推翻 這崩壞人設豪大雨 恐怕陳仁珊改穿雨鞋也擋不住 台北市長選舉的最新民調指出 陳仁珊在全國好感度的部分勝過蔣萬安 但是相對的被厭惡度也非常的高 台北市議員徐鴻廷分析了 這回台北市的選戰其實最大的決定性的因素就是仇恨值 選民的心態呢是不一定要選最喜歡的候選人 但是一定不要讓最不喜歡的那一位當選 台北市長這一次的選舉裡面你可以看得到 你在做好感度的調查的時候 全國居然陳時中會超過獎 為什麼 因為疫情所承受到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雙北的人口這麼集中 所以大家對陳時中的管理有沒有能量 他的反應是很強烈的 但是以全國來講 疫情相對來講 他的人口密度沒有到那麼高的時候 他對陳時中的接受度就變得還好 那陳時中感覺起來確實他也比較有人味一點點 所以在可能在中南部的這些選區裡面 大家對他會覺得說 那我尚可以接受他努力了 可是雙北在這裡面他就可以感受到很強烈 就是你在管理問題上面你一定有狀況 然後你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一定有處理不好的部分 而再加上你現在提出來這些政見 全部combine在一起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說 你不適合做我的領導者 所以你可以看到陳時中他的喜好度 雖然也不算低喔 但是他的被厭惡度 我們講仇恨值他的仇恨值就非常非常高 所以雙北這一次 比如說台北市的這場選戰 最大的決定因素其實是仇恨值 也就是說我不一定要選一個我最喜歡的人 但是我一定要讓我不喜歡的那個人 不要當選 那變成我投票行為中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過去常常在講說 氣保會不會是這場選戰的關鍵 我個人在看過去氣保是由上而下 是上面呼籲大家來做氣保 這次不一樣 這次是由下而上 是大家的情緒在做選擇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EXO醬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